注意看 一名坐在轮椅上的女孩 正独自在公交车站台等待 随着车辆的驶来 她也是急忙来到了公交车的住民间 但面对公交车高高的台阶 且没有无障碍的通道可用 让她独自一人上去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随后便主动地向司机师傅请求帮助 而师傅在看到她的样子时 也表现出了很无助的一面 毕竟轮椅可不是一个轻量的东西 再加上一个女孩子的重量 她也只能忘耳心态 便向女孩表示了拒绝 但碍于今月有重要的事情需要出门 她也只能不死心地再度向司机师傅恳求 而此时车内的乘客也都纷纷起身看了起来 好像是在等待司机师傅的回应 又好像是在看女孩的情况 但司机碍于车上的乘客较多 且轮椅的存在又会占据一部分面积 便再次拒绝了她的请求 而这也让她的心情瞬间跌落到了谷底 就在其失望地转身离去时 一句温暖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在公交车后门的位置 两名女性听到了这位姑娘的请求 急忙说到愿意帮助她上车 随后也是下来车准备抬她 但面对沉重的连女和一个人的双重 两名好心的女子力量也在此时显得略微不高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车内的一名男士也身处了援助之身 在有个男士的加入后 三人也是轻轻松松地就把女孩抬上了车 而她也在此时急忙向几位好心人表示了感谢 轮椅女孩独自坐公交车 被司机拒绝后万分沮丧 此时一位男人的出现化解了她的感觉 并帮助她顺利上车 而在进入到车厢后 更多的好心人也是急忙地让出位置 让她能有更多的空间可以舒服一些 而女孩也在第一时间 搬住了轮椅的刹车功能 以防公交车在倒站停顿时 造成突然的溜车 但所谓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陪你到中 在女孩还没有倒站的时候 几位帮助她的好心人都已经陆续下了车 马上就要到了她下车的站台 这不由地让车上人员表示出了一些的答应 然而就在倒站开门的一瞬间 一个男孩突然就朝着女孩冲了过来 谢谢啊 我就先走了 拜拜 谢谢你啊 起初还以为是来接她的朋友 带女孩对她说出感谢后才明白 这名小伙原来是一位在等车的好心路人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 当男孩看到公交车上的女孩时 她本能的第一反应就是去帮助她下车 以至于把正在喝的矿泉水都扔到了地下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简单而又暖心的动作 却也是深深地感动到了许多人 毕竟这些看似微不足道关心对于女孩来说 那就是对其走出家门的最大鼓励了 通过这位姑娘的事情 也是反映出了当下社会人群对公交车的需求 谁都不知道幸福和意外到底哪个先来临 我们不能只考虑大众群体的需要 而忽略对特殊群体的关照和了解 伴随着社会的发展 公交车也将进入到更加全面化的时代 无障碍的上车通道以及专属的空间位置 都大大提高了对他们的关心和关爱 与此同时也会让他们更加地对生活充满信心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 经常会遇到很多需要我们去帮助的人群 也会有很多人不约而同的选择去帮助 毕竟对于我们来说 有些动作也都是举手之劳的事情 最后也希望我们能共同地感受欢乐 感受同样的期待 并让世界充满爱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希望屏幕前的你今后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 也都能伸出自己的援手来帮助他们 我们下期再见